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8月17日 晚上的9点04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广州的立湾区 这里是广州永庆坊的附近 因为后面这里就是广州永庆坊了 里面就是了 永庆坊是广州最近几年最后的一个景区 它是旧广州城的一个缩影吧 在这个景区里面你可以看到广州过去的房子 广州的文化以及广州的历史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房子也是广州的传统房子 奇楼 这个永庆坊它是连接广州的上下九的 前方几走就是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了 可以看到奇奇奇克的路上挺多人的 我也是没有选到 因为可以看到正在下着小雨 都加上今天的意志 十分的特殊 因为今天是7月14 7月14 这个节疫的话 对联广人来说是比较重视的 以北方来说可能没那么重视 今天很多一些广东人 甚至是广西人 都会举办一些祭祀活动来纪念祖先 今天跟清明节差不多 都是一个纪念祖先的日子 在广州的话好像有一个传统吧 就是这一天的晚上要早点回家 不过广州作为大城市 很多人还要上夜班了 所以说说是这么说 有些人不在乎的 也不在意的 这只是一个传统吧 你信就行 不信也行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前方这一栋就是广州十分有名的 陶陶居了 可以看到这个夜色十分的漂亮 这个陶陶居是广州一家十分有名的老字号 这家再过去的话 是有钱人消遣的地方 因为在过去这一代聚集了很多一些有钱人 在老广州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有钱住西光 有钱住东山 而这一代在过去的话称为西光 到了现在这一代还保留着很多一些有钱人生机性名言的故居 旧居等等 我这个陶陶居的话 是广州澡茶的代表吧 在这里你可以喝到广州最正宗的澡茶 不过价格也是挺贵的 前方这一家良心楼啊也是挺有名的 哇这倒闭了 有点出乎意料 上上有这么繁华的路段居然还有山铺倒闭 现在在路上逛街的应该都是外省人 不可能是本地人 也不可能是广东人吧 因为按照传统 今天晚上是不愈出来逛街的 更何况现在下着小雨 就更加没有人出来逛街了 也还好下雨啊 下雨之后整个温度就溅下来了 现在走在路上 至少感觉不到闷热 冰糖葫芦十元两串 这些起路的后面 就是广州西方有名的西关大屋 也就是过去有权人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过去有权人居住的地方 现在这些西关大屋 有些容易连起修修 就变得很苍老了 有些都变成现代的房子了 好高爪的地 对呀 前方几种 就是广州上下九了 这段的话 还不是属于上下九的范畴 从前方开始 才说是真正进入了上下九的范畴 可以看到这个上下九没有阳光 可以看到这个上下九没有阳光 可以走 今天下午下了很大一场雨啊 一直下到现在 我看了下天去预报 这几天都有雨 前方是下九路 这条是第十普路 因为上下九它包括三条路吧 第十普路 下九路跟上九路 不过现在上九路啊 没有阳光了 可以看到下九路啊 也是挺少人的 今天是周六按道理来说 相对平时是逛街的人比较多的 但是下雨就没办法了 不知道北京路的情况怎样 那我下个视频吧 那我下个视频吧 带大家一起逛去广州的北京路 上下九离北京路的话 大概有三公里吧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那就带大家一起逛去 看看这一路上的现状怎样 可以看到下九路逛街的人啊 跟 第十普路差不多 好了 游泳行山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